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月9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美国现在的各个平台 在疯狂的封账号这件事情 我觉得美国所谓的自由灯塔呢 现在真的是倒塌了 有的人说没有了 不亮了 反正总之是失效了 可能他们本来啊 他也不存在这么一个自由灯塔 本来他这个自由灯塔就是个假的 打着一个自由灯塔的一个旗号而已 愚弄人民 那现在呢 这些平台他就包括推特 包括Facebook 还有他的Instagram 还有这个YouTube 这些个平台呢 现在都把川普给封了 把川普的这个支持者呢 也在封 现在我就看到呢 有一些人 现在就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害怕 他们就岌岌可危 他们觉得说 哎呀 我的账号会不会封啊 那这是哪一些人呢 这些人就是那些毒运轮们 各种的毒 江毒 港毒 台毒 还有那所谓的海外民运 还有那个法轮功 这里面还包括郭文贵的蚂蚁帮 为什么他们现在是很害怕呢 因为他们是反中啊 他们反中 川普最反中 所以他们就支持川普 他们这些人呢 是支持川普的 那这段时间以来 川普造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谣 那这些人呢 都是在跟着推波助澜 因为是攻击中国吗 他们最来劲吗 就跟着造谣 那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子川普呢 为了能够跟着川普 能够占他的光呢 所以他们是不希望川普倒台的 所以他们也支持川普 他们也帮着川普来造势 那川普呢 关于大选造这些谣 他造这个民主党的谣 造其他的他的反对派的谣 那这些毒孕轮们就跟着起哄 就跟着敲边谷 或者是跟着冲锋陷阵 为川普而拼命 他们挺拼命的呀 尤其这个法轮功 法轮功呢 因为他们有钱 所以呢 他们有权就有势 他们的势来自于哪里呢 他们搞了好多的媒体 他这些媒体说实在的 如果你用他的影响力来衡量 判断他是否成功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法轮功的这些媒体 都挺成功的 他们的影响力挺大的 他们在YouTube上面 其他的上面其实我不太了解 像推特Facebook我基本上不上 所以我不了解 但是呢 YouTube这块我是挺了解的 这个法轮功在YouTube呢 有好多频道 他们人才还是挺多的 就好像他们搞的那个神韵那个演出似的 神韵的演出如果撇开他内容不说的话 他还是蛮唬人的 他的那个舞蹈啊 歌曲啊 舞台啊 音乐啊 各个方面 制作呀 技术上还是挺厉害的 那他们在YouTube上面搞媒体 他们的能力呢 也很强 我看他们这些账号啊 个个都挺能打的 个个都不次于那个文招啊 他每一个频道的这个粉丝呢 都是在50万左右 每一天的这个点击量呢 都是在十几万 二十几万 三十万左右 他们还是很有力量的 可以说是挺成功的 但是呢 他现在因为在大选这件事情上 他们旗帜鲜明的是站在川普这边 帮川普造了很多谣 川普造的那些谣呢 他们就帮助他来扩大 蔓延 宣传 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现在这些平台呢 都在打压川普 那所以说 这个法轮功的这些平台 我看到他们呢 他们都挺害怕的 他们纷纷的现在在找出路 做好准备 哪一天 他们的账号会被封 再说回来 美国这一次 他搞的这个封号啊 我认为 真的是 不能再说你美国言论自由了 你连一个总统 现在都发不出声了 他们就把他封死啊 所有的平台都给他封了 完了以后呢 他们控制不了的这个平台 有一个叫Poller的一个平台 我不知道那谁搞的 他控制不了 那里面有好多川普的孩子啊 川普的竞选团队啊 川普的律师啊 川普的支持者呀 还有那个Fox电视台的那些 支持他的一些节目主持人啊 都在那里面 川普现在还没在那里面 川普也建了一个账号 但是现在还没有内容 那也是他们的一个阵地 那他们决定不了那个Poller 他不能让那Poller说 你把川普给封了 他做不到 但是他们现在呢 就来封杀这个Poller这个平台 这个APP 现在Google呢 已经下架了这个Poller 然后苹果手机呢 现在也要下架这个Poller 我之前我就安装有这个Poller 我不知道现在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你的手机上还能找到这个Poller吗 这就是奔着要全面封杀川普 把他的嘴捂上 让他说不出话来 让他发不出声来 连一个总统都能够被他们封杀 那你何况普通人呢 所以呢 我之前呀 在好久以前了 差不多是去年的时候 我就是说 这公司如果做大的的话呢 将来他们都有可能会控制政府的 政府在他们面前就很无力 管不了他们 当时还有人又说 说你别起人忧天了 政府管不了企业 那还了得了 那你看美国呀 美国川普 现在 他还是总统呢 他能管得了吗 这些平台他没有一个能管得了的 对不对 我原来有说啊 这个川普下台以后 他很有可能会搞一个平台 现在看来 你搞任何一个平台 你都得安装到手机上吧 这苹果手机要封杀你的话 很容易 他就让你那个跟着苹果手机的平台 不兼容就行了 你这个手机是安装不上他的 所以川普如果说不当总统 想搞这么一个平台 自己搞一个平台的话 没那么容易呢 你知道吗 现在呢 中国在反垄断 中国现在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马云不能让他搞得太大了 马云不能让他大了以后 他都绑架政府 他对政府都发号失令 不是说马云对这个政府 平仇论足 伤害了政府的自尊心 不是这样的 中国政府是认识到了 这样的企业 让他做大做强的话 他会绑架政府 所以不能让他做大做强 中国以前从来没提过这个垄断 现在中国呢 现在就在治理这个垄断的问题 不仅仅是马云这样的民营企业啊 最近我看到中国也在治理一些国营企业 什么鸡桶油什么的 也不能让他们垄断 如果他们垄断的话 政府会失控的 老百姓就会被他们所绑架的 他们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那哪行啊 政府都没有办法调控了 政府想保护老百姓 都没有办法保护了 那还行 美国现在你看 他现在就出现问题吧 欧洲现在在提出来 说像Google啊 像苹果呀 这样的公司 他们得拆分 不能让他们越做越大 他做大了以后呢 他垄断 他绑架政府 政府如果说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他如何去保护老百姓 老百姓得靠谁来保护啊 靠马云啊 那哪可能呢 资本家是趋利的呀 马云只能是为了赚钱 他不可能是为了你们 说到这儿呢 我还简短的说一下 我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消息 说中国有一个 工信阶层的一个家长吧 突然发现 他的账号里面 好几万人民币 就没有了 是他那个戒备里面 花走了好几万人民币 然后这好几万人民币呢 能够看出来 最后是付给谁了 但是到底为什么 付给了那个收款方 就查不出来 因为是通过戒备嘛 是怎么从戒备那戒出来 怎么付给的那一方呢 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就查不出来 这个事呢 已经好几天了 这好几天以来 家长 还有呢 见报之后 有报社记者 就帮助了家长 就给这个戒备的客服 打电话 协调这事 这事就解决不了 这个戒备就说 他查不到 就完了 那家长工信阶层 本来挣不了多少钱 糊涂糊涂的 结果几万块钱就没了 马云搞的这个 负责任吗 不负责任呢 还管他叫马爸爸 哪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爸爸呢 再说回来现在 美国现在制造了这么一个 寒蝉效应吧 这是一个恐怖气氛呢 就算是我 并不是一个川普的川粉 我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支持他 我也没有去造谣 我也没有帮他去造谣 今天呢 我就是朗诵了一个 网友写的一个讽刺性的一首词 叫清元春美国 然后这里头呢 是讽刺美国了 有网友就提醒我说 说美姐 你小心他们关你账号啊 就算现在大家都很害怕 连网友都害怕 我只是念了一首诗 是讽刺川普的 然后大家又说 美姐小心哦 别让他们给你把账号封了呀 所以说你说言论自由 你美国制造这么一个气氛 言论自由呢 我可不是什么川粉 有的时候呢 我说一些公道话 有的时候呢 我也为川普说句公道话 有的时候呢 我也为川普的支持者 说句公道话 YouTube我可千万别误会啊 别把我放到了 独运轮一类里头去啊 我从来都不支持他 我没有那样的立场 对于美国来说 我就是一个局外人 我是一个打酱油的 我是一个看热闹的 跟我没关系 昨天呢 还有一个网友跟我留言 这个网友呢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拿的是美国的护照 他有权利投票 他对美国的命运呢 他是忧国忧民的 他忧的国和民 都是美国和美国人民 然后呢 他有点埋怨我 然后呢 我就给他留一个眼 我说我和你不一样 你是个美国人 你担忧美国 这是正常的 我没有义务 我也没有必要 去为美国忧国忧民 没必要 我就是一看热闹的 有的时候 我甚至还有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那种心理 你也不能埋怨我 因为我就是个看热闹的 我用不着因为 你们美国受害了 然后我就跟着哭 我用不着因为 你们美国哭而跟着哭 美国笑而跟着笑 No No 我用不着 就是这样的 我就希望这个YouTube 千万千万 别把我归到这个 川普的支持者 那一类里面就好了 我可不是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大家可以